就是健康 等於你做一條女 明明在apps上寫是貓美如花 絕對你真是如花 大家好,我是Rubin 這集的隨片登場就是想介紹一下 我第一次在台灣租了十瓶 這麼大的自助攝影盤 想看看裡面的設備是否全 十瓶應該有多大 厭子一算 應該是357呎 那357呎裡面的設備夠不夠 如何自助呢 層是否自己吸收呢 裡面有廁所的也不順利 還有想個人淺探一下 自己在食物攝影上準備的功夫 分享給大家到達現場的時候 在照片上 看他們IG上面的差距有多大 可以在這裡介紹 但在開始之前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IQ題 因為這個IQ題不是我想的 就是在Thread那裡見到的 就是台灣對於攝影上的一些看法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人一個小時 一個人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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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值多少呢? 為何他覺得是OK呢? 受害者就說 網上報價$1200一個小時 他覺得$1200是可接受的 是預算來的 後來跟團隊對接溝通 他覺得一小時改拍五張照片 不知為何他知道是甚麼鏡頭 要扭成一個多小時 才拍到五張照片 然後他再跟他們討論 跟團隊的作品照片 即是他們以前過往的照片作參考 希望他們可以拍得漂亮一點 希望拍到好像不像$1200 但誰知道 來到的時候才加一張底圖 即是報警板 再加他們慘不咒 首先要罵一罵攝影團隊 你報這麼低價 其實已經搞壞了事了 電影業被你搞壞了 第二件事就是你這樣 前後不一 即是等於 騙案來的 即是等於一條女 明明在apps上面寫是茅美如花 出來真的是如花 我真是頂你 沒有了 後來拍了一段 我們來看看 他鋪出來的產品圖 怎樣? 可以嗎? 是不是很可以? 因為那兩張是我拍的 是陰理的 以下 這一張才是他拍的 效果不錯 沒錯 剛才你看到 1200還要拍成過鐘 才行 他鋪了其中一張 但他鋪得過一張 已經算是最好的 還要是 倒閉了 所以我總結一句 他就發現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但最容易被騙的是客人 對 所以其實這條影片 除了是說 探討一下 我租場地中間的分量之外 就是想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我要佈置 然後要準備構圖 道具 時間 執照 這些成本其實究竟有多少呢? 1200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合理 還不是美金 好了 產品 其實就是四款自家仔糕點 就是這四款 第一個流程 很簡單 你感覺一下客人的品味 你一定要跟他開會 這些不用說 但怎麼開呢? 還有 何謂感覺客人的品味呢? 簡單一點 一個比例就是 如果客人喜歡吃雞糞 你不要來 給他魚翅 或是鮑魚 因為他未必喜歡吃 我想吃雞糞 雞你老母的糞 你現在有錢的 老花都叫碗翅 先拿一口 給碗翅 不是翅 是翅 不要逼我 誰逼你 你光是說的 說了就沒事了 聽我說 今天想吃雞糞 所以我自己一定會用Stoyboard 我就會用Moodboard 去Present一下 還有確定那個風格 食物色調主題 是Match它的風格 當然是Match你自己心裡想的東西 我一定會先跟他說 我是不會拍這種風格 或者我覺得你這個 食物的主題 不適合這個風格 我先說 先排除它 看看它有什麼反應 如果它有意義 你再去探討 但其實通常都不會的 它可以相信你 例如我不會拍這種 很清 但不靈的 所以我們的主題定了什麼 就是生活的溫度感 你看到Moodboard也是一樣的 還有這兩個IG 其實我特別 是想這兩個頭髮人 女士拍得不錯 我覺得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主要是冷色調 生活感 然後再看看Claren有什麼要求 例如他想拍這四個主題 你再打入這個構圖 裡面 好了 那Part2就是看 就是看一個Studio 你的預約Studio 其實開會之前就已經看好了 台灣你的網站 就很好的 只要你按進去 其實它裡面有所有地區 一個平台給你 隔隔 看清楚 市價是怎樣 規矩是怎樣 場地是怎樣 設備是怎樣 有些相片 IG 你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我們找了這一間 因為我覺得 這間是比較適合Claren的主題 因為它是法國 在Mix over客家菜 其實是一個高點來的 即是西西地 又有台腿 好 接著就是訂房的時間 其實訂房時間 訂房時間 通常都是 如果你要自然光 因為我自己飄的自然光 自然光的話 一定是8-11 早上 或者下午的3-5 當然要看看是冬天還是夏天 但是 第一件事 其實我不是看 究竟上面的效果 是首先看他們的窗口 去哪一邊 所以大家看看 這個Google Map 看到了 如果你重複一下 一次的座向 其實它 最後再 檢查一下 這間房間的座向 原來只有東不方 而且你再對比一下照片 有光的時候 都是朝早陽光 很肯定 如果你真的要自然光 沒有辦法了 真的10-12 為什麼5-11 我無法生 來囉 那究竟錢是多少呢 第一件事就是 只是租場 你一個小時 一百百元 但是因為你坐底低消 兩小時 所以1,600 台幣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 覺得市價1,200 是可以有報警道具 是合理的呢 這個真的是一個IQ題 所以我一開始說是IQ題 好嗎 好嗎 那Story Bus上面 通常我都要 Sketch 在本部裡 你現在看到 那 那 其實主要我是 因為我自己就是 主要鏡頭 就是只有 3mm FUJI 電子鏡 還有手動鏡 還有這一支Hallius 44E 500mm 光圈2 因為這支鏡頭 成像反差低 層次比較多 所以可以保留較多細節 方便後製 所以我都 挺喜歡這支鏡頭 你其實total 看到我Sketch了 就是19張 還有呢 按照 我在IG 看到 它的環境裏面有些什麼呢 我就嘗試 放進Sketch裏面 譬如它有 它有個 小巴桌 有個咖啡桌 有個廚房桌 可以的 這些我都會Sketch 上去的 如果它有一些 道具 譬如是 焗爐 咖啡機 可能都會放進Sketch 最後的total 就是19張 但是呢 你不要以為只拍19張 因為19張 每張我預計 再有3次變化 所以3乘19 對啦 總共就是60張 但是剛才就好像有人說是1200元 一個小時拍到5張照 怎麼做到的呢 開箱了 空間呢 就是大過香港的劏房 你看到了 有埋廁有成 家具和道具其實都保養得不錯 只不過地上多了少許層 為甚麼呢 那麵包呢 雖然是假的 但是鬆軟 過來 尋找買的 之後呢 就是燈光了 你看到上面 天花板是高樓底 可以有個吊燈 有吊架可以控制燈光的方向 然後它包大燈 油光燈 再包LED燈 有全身鏡 滑糖機 衣架 光超WiFi 還有手機直播架等等 就這樣來看 其實CPC都不錯 坦白說 還有雪櫃 不過雪櫃裡沒有懶笑話 有假的蛋糕 還有過期的自拍照 不要問我為甚麼會有 我就不知道 好了 然後 這裡雖然沒有用到 但是咖啡機 還有杯櫃其實都頗上鏡 開始拍攝了 因為呢 我們事前就準備了Story Board 所以其實呢 大家只要按著流程 去準備擺盤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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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其實有寫 哪個分鏡是需要用 甚麼 甚麼鏡頭 甚麼焦距 燈光是哪裡來的 手怎麼進去 我寫完 所以 其實最後兩個小時 60張照片 是拍了 的 來的 不過呢 這裡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其實我已經看到了 焗爐 但是很明顯 焗爐是 不能用的 所以呢 其實我一早 就帶了 一個小燈過來的 燈 就是現在打燈 因為它是磁石的 其實放進去 在焗爐上面 其實就已經可以假裝有 有用 有開到焗爐 你可以令到 整張照片在角落 有打燈效果 我同時有一種溫暖的 基本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希望 下次再找攝影師 不一定找我 但是 希望你有些概念 就不要覺得 1200 就是 合理的 我真的說完了 誰贊成 誰反對 我反對 請 請 不然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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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